接下來要跟各位談的叫做板塊交界的類型 板塊以中央級海溝新的折皺山脈跟錯動性斷層為界 這個我在這張圖的時候跟你說過了 這邊左邊有一塊右邊有一塊叫中央級為界 這裡左邊有一塊右邊有一塊叫做海溝處為界 這裡有個安定斯山脈叫做新的折皺山脈 課本只給你看但是沒有說明我會給你講解的轉型斷層叫做錯動性斷層 錯動性交界所以從這張圖可以看得出來板塊以哪些地方為界 板塊以中央級海溝新的折皺山脈跟錯動性斷層為界 就是板塊交界帶有中央級有海溝有新的折皺山脈跟錯動性斷層 一個錯動性斷層OK就是這個圖可以看得出來 那還有一個叫做板塊交界不是地形的交界 你這個地方是你看到這邊這一塊南美洲這邊 一邊是陸地一邊是海洋你就知道說板塊交界就是地形交界海陸交界 可是這邊顯然不是兩邊都是海 這邊感覺也不太像重點是台灣不是 我們後面會教台灣會在板塊交界帶我們的板塊交界不是地形交界 所以重點是台灣不是 台灣不是後面要你背的 另外要你背的事情是板塊交界帶就是火山帶就是地震帶 有很多火山的地方叫做火山帶經常發生的地方叫做地震帶 反塊交界帶就是火山帶就是地震帶 不是所有的火山都是發生在反塊交界 高中會澄的熱點我們後面會帶一下 但是就不用管它你就夠osa 反塊交界帶就是火山帶就是地震帶 火山帶就是反塊交界帶地震帶就是反塊交界帶 國中的就只有到這裡就可以了你就這樣記 板塊交界總共有三種類型,就是聚合性、張列性跟錯動性 有一段時間課本不交錯動性,現在有交也只有一句話就代完就結束了 我會多講一點點,不過就課本而言沒有什麼內容 最重點是放在聚合性跟張列性,所以交界有三種類型 聚合性、張列性跟錯動性,有三種的板塊交界類型 我們就要跟你報告說明這三種類型,聚合性、張列性跟錯動性 第一個講的叫做聚合性,撞一起叫做聚合性 張列性就是分開,分開叫做張列性 錯動就是向左走、向右走,擦肩而過叫做錯動性 就是所謂的張列聚合跟錯動的意思 然後我們講說我們要先講的叫做聚合性的板塊交界 就是兩個板塊撞在一起,就叫做聚合性的板塊交界帶 外表上看有陸地撞陸地的,我們後面會跟各位講到的歐亞跟印澳 外表上是陸地撞陸地的,有外表上是陸地撞海洋的,海洋撞陸地的 這個我們會帶一下太平洋跟南美,我們會帶一下 重點是台灣也是像這樣,海洋撞陸地 還有一個國中沒有交的,海洋撞海洋的 這個我們國中課本裡面沒有,馬里亞納海溝,海洋撞海洋的 外表上是陸地撞陸地的,左邊是陸地,右邊撞在一起,一擠壓折皺山脈 可以跟你講,折皺山脈是板塊交界帶,對不對 叫做陸地撞陸地的,陸地撞陸地的情況,OK 來,我們有一個陸地撞陸地的板塊交界,就開始會擠壓,就會有折皺 然後呢,會形成山,因為會有斷層,所以會有地震 那就不斷地擠壓折皺隆起,後面會講照山運動 就這樣子,擠壓隆起照山運動,這叫做陸地撞陸地,剛剛跟你講的那個折皺山脈 就是,第一個,外表上是陸地撞陸地的,外表上是陸地撞海洋的,海洋撞陸地的,海洋撞陸地,海洋地殼引沒形成了海溝 然後呢,下去融化岩漿往上冒,會有所謂的火山湖,會有所謂的火山湖 火山湖,這就是所謂的海洋撞陸地的狀況 像這邊所顯示的,我們有一個海洋撞陸地的 好,一邊是海洋,一邊是陸地,你看中間的焦陸帶就是所謂的海溝 然後它也是一樣會撞擊,然後會引沒,然後底下會有岩漿,會往往上冒冒出來 就這樣子,不斷冷,然後也是會有折皺隆起 因為聚合的時候就有擠壓,所以就會折皺隆起 好,可以看到有準備有岩漿要冒出來,就會形成所謂的火山湖 火山湖 就是擠壓隆起,就是冒出來火山爆發 就是,好,我剛剛有說,你叫做海洋撞陸地,然後右手邊,你看一個地方就是海溝 然後那個顏色,海水顏色有一點深一點淺的地方,交界的地方就是所謂的海溝,海溝下去,OK 這就是,然後也是它會就是不斷的擠壓折皺隆起抬身 這就是我們的海洋撞陸地的狀況,這就是海洋撞陸地的情形,OK 這個是它要跟你講海嘯,它要跟你講海嘯,國中基本上沒有交海嘯 國中基本上沒有交海嘯,因為海裡有地震的時候會產生所謂的海嘯 好,這就是海洋撞陸地,海洋撞陸地的情況 再來就是海洋撞海洋,然後海洋撞海洋,海洋下去一樣會形成所謂的海溝 下去往上冒岩漿,砰砰砰砰,形成一系列的島嶼,這個叫做島湖,它會跟海溝大致平行 我會簡單的帶一下,國中基本上沒有交所謂的島湖,國中沒有交所謂的島湖 但是我會簡單的給你帶一下,這叫做海洋撞海洋,海洋撞海洋,就是這樣子,海洋撞海洋 它就會這樣子也是一樣,它會有斷裂,會有地震,然後海洋地殼會引沒,會有海溝 你看中間有一條線是所謂的海溝,那麼老地殼下去地寒一樣會融化,然後會有岩漿會往上冒 然後呢,有地震就會有形成所謂的,海洋有地震就會形成所謂的海嘯 會有形成所謂的海嘯,然後呢,就是海裡有地震就會形成海嘯 然後呢,繼續,就是剛剛講過,它會往上冒,它會有岩漿,會深層 那就一個島嶼,火山的島嶼噴出來,然後呢,形成一系列的島嶼叫做所謂的島湖 然後它會跟我們的海溝大致平行,然後國中沒有礁,我們以後,我們會簡單地跟對待一下 就是看到岩漿放出來,噴發,形成火山的島嶼,然後會有一系列的島嶼出來 就是所形成所謂的島嶼,島嶼會跟海溝大致上會平行 然後,這樣子就會構成這個狀況,然後我講過後面會簡單地帶一下島嶼,但是國中沒有叫 看一下就可以了,就是有關於海洋撞海洋的狀況,海洋撞海洋情形,大致上就是像這個樣子 就是海洋地殼撞海洋地殼,就是有這三種類型,陸地撞陸地,陸地撞海洋,海洋撞海洋 國中沒有叫海洋撞海洋,只有叫陸地撞陸地跟陸地撞海洋,OK嗎?OK?